总好,会计在线的学员,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2022年税务师考试 财务与会计,财务部分预习班的课程 我是竹江老师,曾宏 今天我们学习第五讲,营运资金管理 第三第四讲,我们分别介绍了筹资决策和投资决策 但是之前我们讲的是长期的筹资和投资决策 而我们第五讲,营运资金管理本质上 它要解决的是短期的投资和短期的筹资决策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营运资金它的定义 营运资金是用流动资产减去流动负债 你投入多少的流动资产,这是不是投资策略啊? 你流动负债,筹集债务资金,这是不是一个筹资策略啊? 而且两者谈的都是流动 期限短流动性强 所以营运资金管理本质上我们要解决的 就是短期的投资和短期的筹资 那接下来我们就整体上分析一下 营运资金的投资策略和筹资策略 怎么进行分析呢? 我们来看这个关系是 资金形成了资产 那资产又是为谁服务,又是为了我们的经营,为了我们的销售服务 所以我现在要做一个决策,到底投入多少的流动资产 我在分析营运资金的投资策略的时候 我投入多少的流动资产 要看谁? 要看销售 所以你分析这个投资策略 分析的是流动资产和销售之间的关系 那接下来我到底该筹集多少的资金呢? 并不是说我凭空想象 我要看下一年我到底要投入多少的资产 进而去确定我要投入多少资金 所以这个筹资策略 我们是分析资金和资产之间的关系 这样我们就知道啊 投资策略,筹资策略 我接下来该怎么分析 分析谁和谁之间的关系 好,我们先来看迪运资金的投资策略 刚才咱们已经分析过了 投资策略分析的就是流动资产和销售额之间的关系 你要投入多少的流动资产 关键要看你的经营状况 那既然是分析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 我就用笔来体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我用流动资产除销售收入 这样呢就能体现我为了实现一元的销售收入 你到底配置了多少的流动资产 进而去体现这家企业的营运资金的投资策略 我用的是一个笔 因为什么不同企业 他们的规模是不一样的 销售收入是不一样的 你单看投入多少的流动资产 这个没有意义啊 A这家企业可能你单看他的流动资产是一百万 那B这家企业呢 他的流动资产可能是五百万 你能不能说B 他现在投入的流动资产就比较多呢 并不能这么看 因为你不知道 这两家企业的销售收入是多少 你看起来B投入了五百万 流动资产投入比较多 但是他可能销售额更多 他实现了一个亿 而A呢 他投入了一百万的流动资产 他可能才实现了一百万的销售收入 所以我们要用这个笔去反映一家企业 他的流动资产投资策略到底是怎样的 通过这个比率 我们来解决规模不同可比性的问题 好 理解了这个思路之后 我们来看两种流动资产的投资策略 一种呢 是这个比例比较低 这种就叫做紧缩的投资策略 比如说为了实现一元的销售收入 这个流动资产呢 咱们现在就以存货为例 假如说 我为了实现一元的销售收入 我配置了很少的存货 库房当中的存货就只有0.1元 这种情况下 持有成本低 为什么 你配置的存货少 你库房里放置的存货少 那肯定持有成本低啊 你存货占用的资金也比较少 你存货损毁的可能性也比较小 即便损毁的损失也比较小 所以啊 持有这一部分存货 咱们这儿流动资产呢 就以存货替代了啊 帮大家理解 这个持有成本会比较低 但正因为你持有的很少 导致呢 短缺成本可能会比较大 这样企业呢 中断经营的风险就比较大 万一我整个销售有波动 下一年可能啊 销售盒突然猛灯 但是我配置的 流动资产不够 存货经营的不够 可能我就没有办法满足销售的需要 这是啊 紧缩的投资策略 接下来我们看 如果这个比例比较高 比如说为了实现一元的销售收入 我现在呢 就配置了 0.8元的存货 那你配置的存货比较多 持有成本就比较高 持有成本高 配置的多 短缺成本就会比较多 企业呢中断经营 风险就会比较小 因为什么 我留有的余量比较大 下一年即便销售额波动 好销售额呢 有一个比较大提升 但是我配置的资产非常的充足 能够给予销售非常充分的支持 这是两种策略啊 那前面第一种策略 紧缩的投资策略啊 对于管理者要求是比较高的 因为他需要对于下一年的销售情况 有比较精准的预计 你预计的越精准 心里越有底 我越不需要过多的余量 我不需要占用过多的资源 所以第一种紧缩的投资策略呢 它对于管理者要求高 风险大 收益也大 那宽松呢就相反 对于管理者要求比较低 我留的余量非常多嘛 即便我预设不精准也没有关系啊 对于管理者要求低 风险比较小 那对应的收益也比较低 好接下来我们看您资金的筹资策略 刚才咱们分析过啊 筹资这一块我分析的是谁啊 是资金和资产 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 那咱们呢先单独看啊 不建立联系 先单独去看资金来源有哪些 单独看资产分类有哪些 我们先来看资金 资金来源呢 有短期来源 短期来源具体来说就是短期的金融负债 比如说啊银行借款 这个非常容易理解 再来看长期来源 权益资本 咱们之前谈到过 第三节 我们介绍筹资方式的时候 有股权筹资 咱们这个权益资本呢 就股权筹资 股权筹资用不用还本 不用还本 你不用还本 自然而然对应的就是一个长期的筹资嘛 很好理解啊 长期负债就带着这俩字呢 那可能也是属于长期 长期来源当中还有一个 经营性的流动负债 比如说你的应付账款 应付职工薪酬 这是由于日常交易习惯产生的 我跟供应商交易 我可能始终就欠他20% 我说这句话 始终欠他20% 是不是我长期占用着供应商资金呢 比如说应付职工薪酬 每个月都是这些职工干了一个月了 等于我欠他一个月的工资到月底再发 每个月是不是都是这样啊 那这就相当于我占用着这些职工的薪酬 我占用着这笔资金 所以你始终占用着这些应付资金 它就形成了一个长期的资金来源 好 这样呢 资金来源我们就分为短期的和长期的 这个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啊 接下来我们看资产的分类 资产的分类呢 有经营性的流动资产 还有非流动资产 我们谈的啊 这些都是和经营相关的 和金融相关的 我们不考虑 那么我们先来看非流动资产 它既然叫非流动固定资产 厂房设备 这肯定是长期的对于资金的占用 厂房可能要用十年 设备用五年 这些都是长期的资金需求 再来看经营性质的流动资产 经营性质流动资产呢 我们分为波动性和永久性 那永久性这部分呢 是长期的资金需求 波动性呢 是短期的资金需求 这一块怎么理解呢 为什么流动资产 它会形成这种长期对于资金的占用 咱们这儿以存货为例 这个存货呢 咱们就以存货当中的原材料 给大家做一个说明 现在有一家企业 它一年的生产经营 肯定是有淡季旺季的吧 不可能说某一家企业 每个月每一天我卖出去的产品 这都是一样多的 不可能 现在当中基本没有啊 一家企业生产经营 有淡季 有旺季 比如说这家企业呢 它一到六月是旺季 然后呢 七到十二月 这是淡季 旺季的话 销量比较大 销量比较大 对应原材料 你是不是储备要更充足一些 假如说旺季的时候 原材料储备呢 是两百万 每个月啊 都是两百万 好 那现在淡季的时候呢 原材料储备就比较少 一百万 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 这家企业 你从整年来看啊 库房当中至少要存放了多少的原材料 至少要存放一百万的原材料吧 因为你淡季的时候就需要一百万呢 旺季的时候在这一百万的基础上 你又上升了一百万 上升到两百万 所以整年至少你要存放一百万 好 这个一百万 这就是属于永久性的流动资产 一年到头 这都在库房里放着呀 它是不是一直都存在 一直占有着资金呢 这部分就叫做永久性流动资产 那波动性呢 指的就是你从淡季到旺季 额外需要这一百万的存活 这个就是波动性的 你现在旺季好 我需要这部分储备 到了淡季呢 这部分储备我不需要了 这部分储备呢 又形成了现金了 所以波动性流动资产 这部分它是短期对于资金的占用 你旺季需要 淡季就不需要 而永久性的呢 它是属于长期的资金需求 分析完之后 我们可以看出来啊 资产这一块呢 有长期对于资金的占用 包括永久性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 还有短期对于资金的占用 波动性流动资产 这样呢 我们分开认识了资金和资产 资金形成资产嘛 那现在我要建立两者之间的关系啊 你这个短期的资产 短期对于资金的占用 资金从哪来 你短期资产是什么样的资金形成吗 如果说你短期资金就是短期来源形成的啊 你短期资产就是短期来源形成的 然后呢 你长期对于资金的占用 就是长期资金来源形成的 这个叫期限上的匹配嘛 但是这种期限上的匹配啊 现实当中很难做到 为什么呢 首先你各项资产 对于资金的占用期限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啊 这个长期的资金占用 你有厂房 有设备 厂房可能十年 这个设备五年 那个设备三年 你不可能说 针对于每一个设备 每一项资产 我都去配置资金 我都去单独找出金来源 这不现实 我可能找来一个十年期的资金 然后呢 我就用于有五年期的设备 有三年期的设备 这没有办法做到绝对的期限匹配 另外你权益资本 不用还本 那它的期限应该是 我们视为无穷大 没有一项资产呢 资金占用期限是无穷大的 所以这个期限匹配呢 它只是一种理论上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保守型和激进型 我问大家 如果说我长期来源多 长期来源 它形成了长期的资金占用 就长期来源 比如说啊 这三者加起来是一千万 然后呢 非流动资产 这是五百万 永久性的流动资产呢 这是四百万 那现在我这一千万 除了支持五百和四百资金需求之外 我还多了一百万 多了一百万去了哪呢 形成了波动性流动资产 也就是说多的这长期来源一百万 它现在去满足短期资金需求了 那这个短期资金需求 有没有保障 有保障啊 短期资金需求肯定是有保障去满足它的 比如说我这长期来源是十年 而你这个呢 波动性流动资产 你只需要六个月 那你六个月的资金需求 我百分之百能保证 这种叫做什么 保守性 那如果说短期来源多 短期来源除了满足短期的资金需求 短期来源两百万 然后波动性流动资产呢 一百五十万 好 这两百万满足完这一百五十万之后 还剩了五十万 剩了五十万 比如说啊 去满足长期的资金需求啊 我去买了厂房 买了设备了 那现在这个资金需求 长期的资金需求 它是不是能够百分之百的得到满足吗 并不是 比如说啊 这两百万 借款期限是六个月 我满足一个三年的 这五十万是三年的资金需求 那等于是到期了就要借 到期了就要借 你需要不断重复 六次你才能满足 这个三年的资金需求 那这个是有风险的啊 所以保守型是长期来源 大于长期需求 多出来一部分去满足 短期需求 而基金型呢 是短期来源多 短期来源除了满足短期需求 又满足了长期需求 保守型它的特征是什么 保守型你长期来源多 那你的融资成本就会比较高 对于融资成本呢 有大致这样一个规律 股权的融资成本是大于债务的 咱们之前谈到过这个问题啊 因为股东风险大嘛 他要求到回报高 你作为筹资者 你筹资成本就会比较高 另外长期的大于短期的 为什么呢 因为长期风险大波动性大 期限那么长 中间发生什么事 谁也说不出 但是短期呢 可能大家都能看到 短期不会有太大变化啊 那既然你保守型长期用的多 所以你的融资成本就比较高 收益比较低 而基金型呢 短期用的多 短期多你的成本就比较低 但是呢 风险融资风险比较大 什么叫融资风险呢 就是我的资金需求 不能得到满足啊 你需要不断的续借 你可能续借过程当中中断了 那我资金需求就得不到保障 好 那这样呢 针对于营运资金的投资策略和 筹资策略 我们就给大家分析完了 接下来我们要解决的是 具体项目是有多少的问题 因为营运资金它是用流动资产 减去流动负债 你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它不止一项啊 你比如说流动资产 有现金 有存货 有应收账款 那流动负债呢 有应付账款 你也可以用短期银行借款 筹集资金 那接下来针对于流动资产的各个项目 我到底该持有多少 然后流动负债 我到底该如何去筹集资金 采用什么样的方式筹集这些流动负债 这是我们要解决的具体问题 那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 背后的逻辑还是收益和成本品 因为财管是为企业服务啊 企业为了盈利 所以我们始终是比较收益和成本 只不过呢 长期决策 你要结合长期决策的特征 我要考虑货币时间价值 我关注的是现金流 短期决策呢 我就关注经营这个方面的收益 和经营这个方面的成本 如果说这个新的方案 收益大于成本 我就选择新的方案了 那我们把这个思路 应用到各项资产负债的时候 也要结合每一项资产 每一个负债它的特征 对于现金和存货 教材有这样一个假设啊 你现金 我到底保养柜里放100万 放200万现金 你各个方案 教材有这样一个假设 不影响销售 不影响销售的话 各个方案之间啊 对于收入来说 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那我比什么 我就比成本 所以现金存货 咱们在选择各个方案的时候 我就拿这个成本最低的 作为我的选项 而对于应收账款 它就不一样了 应收账款会影响到 你整个收入 因为应收账款 整个信用条件 放比较宽的话 奢销会刺激销售 这样你的收入变得更多 但是呢 你又产生了新的成本 你应收账款增加了 又产生新的成本 所以我需要比较 新的方案带来的增量收益 和新的方案带来的增量成本 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如果增量收益大于增量成本 我就选新方案 我就不用旧方案了 那对于应付账款这块呢 我是不是享受现金折扣 那我就要看 我享受现金折扣的收益和 对应的成本 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如果收益大于成本 那我就享受现金折扣 好 理解了这个总体思路之后 那对于流动资产 我们拿一项来举例啊 流动资产 我们解决应收账款到底持有多少 应收账款的规模和信用条件 有密切的关系 什么是信用条件呢 你作为卖方 你提供收销 你提供收销的话 别人多少天付款呢 是30天付款呢 这信用期是30天的还是60天的 你如果说原来30天 现在60天 那又会刺激销售啊 你收入是不是又增长了 所以这个应收账款 我们就需要分析 你增加的收益和增加的成本 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分析一下啊 增加的收入增加的成本 怎么去进行分析 具体包含哪些项目 注意刚才我说的是增加的收入 之前我说增加的收益 他们两者什么关系 现在我就解释清楚啊 原来有一个政策 比如说是30天付款就行 奢销 我现在卖给你30天之后 你再付款钱 新政策呢 是60天信用期 现在卖给你60天之后再付款 那新政策 他就会自己销售 好 收入增加了 这个三角Delta代表增加的收入啊 新政策相较于旧政策 收入增加了 那收入增加了 变动成本也会增加吧 你卖出去的更多了 然后呢 固定成本可能也会增加 为什么叫可能也会增加呢 原来我卖出去100万台 现在我卖出去120万台 我的产能如果是150万台 我不需要增加固定成本的 但是如果说突破了 我的产能限制了 厂房设备不够用啊 我又需要添置新的厂房设备 你固定成本就要增加了吧 但是这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啊 我们整个这个式子 对应期间是年 我如果增加了一个新的厂房 这个厂房 一共花了1000万 增加的固定成本不是1000万 而是每一年对应的折旧 这个我们就解释的比较细了啊 好 那前面这一部分我们都都能够理解啊 好 截止到这儿 这个叫增加的收益 这儿就解释了收入和收益 它们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起这样一个名字呢 到这儿为什么就叫做增加的收益呢 因为截止到这儿 我们分析的内容和应收账款 它不相关 或者说并不是直接相关的 到后边呢 就是和应收账款直接相关的了 所以截止到这儿 我们起了一个新的名称 就叫做增加的收益 好 那接下来 还有增加的机会成本 这是应收账款的机会成本 你现在刺激销售 奢销变多了 应收账款变多了 应收账款变多了 那对应的应收账款的机会成本 它就变大了 等会咱们再具体分析啊 应收账款机会成本 到底该怎么算 就这些资金现在被占用了 我本来可以拿去干别的啊 现在被占用了 就形成了应收账款的机会成本 好 那还有什么呢 收账费用增加了吧 你应收账款越多 你收账费用就越高 坏账损失也增加了 然后呢 现金折扣可能也会增加 刚才咱们这个立赃中的 不涉及现金折扣 那如果说原来是30天付款 这是原来的信用条件啊 现在呢 是我给出来一个现金折扣 比如说 如果你10天付款 我给你1%的现金折扣 如果说你在第40天付款 那就没有现金折扣 那这对应呢 就是给出来一个现金折扣 现金折扣 你少 如果别人啊 时间付款 你少收1% 这不就是一种 对于你来说 卖方的成本吗 所以这个现金折扣 这一块成本 我们也需要考虑进来 现金折扣的成本呢 是由销售额 乘以一个现金折扣 少收1% 再乘以一个享受 现金折扣客户的百分之 你作为卖方 你提供现金折扣 并不是说别人都会享受 好 这是整个市子 前面这一部分 我们称之为是增加的收益 这是和应收账款 没有太多关系 没有直接关系 后边呢 是和这个 整个应收账款 有直接关系 应收账款的机会成本 这个肯定是和应收账款有关系 因为应收账款增加 收账费用增加 和应收账款有关系 因为应收账款增加 坏账损失增加 这个也是和应收账款有关系 现金折扣就是刺激应收账款的收回 所以和应收账款有关系 好 我们列出来整个这个市子 列出来整个市子之后 如果说大于零 我们就采取新的信用条件 这个思路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咱们也解释清楚了 什么是增加的收益 这个增加的收入和增加的收益 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其实第一项 这个叫增加的收入 这后边呢 都是增加的成本 增加的收入 减去增加成本大于零 那我就采用新的条件吧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稍微扩展一点啊 可能有些题目 你平时做练习的时候呢 有些题目 还涉及到存货 存货肯定也增加 你现在卖出去的产品多 原材料增加了吧 存货也增加 存货增加 存货也会占用资金 存货占用资金 也有一个机会成本 存货占用了资金 你不能拿着资金干别的 你不能拿着资金投资了 那是不是也会增加 这个存货占用资金的机会成本 好 还有什么呢 还有你存货增加 你应付也增加 你现在买原材料 买的多了 那你应付账款 是不是也会增加 应付账款增加 它其实是一个机会成本的低减 是存货 增加这个占用资金的机会成本的一个低减 你本来啊 存货增加了200万 咱们说的是增量啊 存货增加了200万 但是这200万不是一这个我都要支付给供应商的 我还欠他比如说20万 你多欠供应商20万 这等于是供应商对于我提供的资金支持啊 这就是一种啊机会成本的低减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存货占用资金机会成本的一种低减 那这一块你大致有一个印象就行了 我们在事务师考试当中呢 很少涉及下边这种情况啊 好 整个这个思路我们就听明白了 你把整个式子列出来之后 再回过头来去看大原则 是不是觉得整个这个思路还是比较简单的吗 好 接下来我们主要解决的是应收账款机会成本到底怎么算 应收账款机会成本就被称之为是应收账款应激利息 它是用应收账款占用的资金乘以一个资本成本 比如说应收账款占用了100万的资金 本来这100万我可以拿去投资 好 对应的收益率10% 现在不能拿去投资了被应收账款占用了 所以这个机会成本应该就是10万 这个很容易理解 那对于资本成本或者叫机会成本率 这个节目会告诉你 现在我们主要求的是应收账款占用资金 它等于应收账款平均余额乘以一个变动成本率 我先解释一下啊 平均余额是什么 我们不能用应收总额全年的总额啊 这俩是有区别的 什么区别啊 咱们简单举个例子啊 假如说每个月啊 30天啊 从第一天到第30天 第一天我们形成应收账款10万 到月末呢 全部收回 好 这样呢 我们应收账款的平均余额 你从全年来看啊 应收账款平均占用这资金呢 这应该是10万 而不是一年每个月10万乘以12个月 而不是这120万啊 这是平均余额和总额 它们两者的区别 你肯定不能用总额啊 因为应收账款一年周转 它不止一次啊 如果说应收账款一年就周转一次 那好 你这儿用平均余额用总额都可以 但是现实当中不可能 所以啊 我们用的就是平均余额 好 接下来主要解释后边这一块 为什么还要成一个变动成本 为什么不用应收账款平均余额就完事了呢 咱们来分析一下 刚才例子当中这10万啊 这10万它其实是收入嘛 对吧 我形成收入没收回就形成营收嘛 我们不用收入 而用变动成本 而用这10万当中的变动成本 咱们先解释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不用收入 现在用成本 我给大家分析一下最开始咱们为什么叫机会成本 就是本来我可以拿这钱干别的 但是呢 现在我没有这么做啊 我丧失了我丧失了其他机会的收益 我丧失了其他机会的收益 这就是我的机会成本 那我问你最开始我能动用的资金是收入还是成本的 最开始我能动用的资金应该是成本的 比如说啊 在第一天我拿着7万元的成本去生产产品生产出来10万 生产出来这个产品值10万 最开始我手里握着的资金是7万的 这个是什么 这是成本的 最开始我手里有这么多资金 我没有去干别的而干了生产这件事 所以最开始你能动用的资金 债用的资金是什么 是这7万 所以用成本不用收入 这是企业社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为什么不考虑固定成本 你用成本 你成本还包括固定成本变动成本 对不对 那这儿呢是乘以变动成本 你为什么固定的不考虑的 因为固定的它是沉没成本 比如说厂房设备 我现在生产产品也好 不生产产品也好 这固定成本它都会发生 跟我现在做决策 我是不是社交 我社交也好 不社交也好 那么这个固定成本它都会发生 所以这个固定成本 我们不考虑 和我们决策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最终 被占用的资金是什么 是变动成本 这样子就给大家分心 这是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不是应收账款全钱总额 然后我这儿用的是 变动成本率 那接下来呢 平均余额怎么算 用每一天的销售额 咱们假设每一天的销售 都是奢销形成的 用日销售额 乘以一个平均收限期 那现在日销售额 用全年销售额除以360 然后再乘以一个平均收限期 然后再乘以变动成本 你截止到这儿 这是占用了多少资金 然后再乘以这样一个资本成本 这就是应用战管的机会成本 那对于平均收限期这一块呢 我们要结合题目的具体情况去分析 它可能只告诉你了信用期 只告诉你信用期 那么我们就用信用期 比如说刚才例子当中啊 信用期就是30天 我没说实际付款期是多少天 我站在卖方 我告诉买方 你30天要付款 这是信用期30天 它代表什么含义 但是你买方什么时候付款 题目并没说 那就默认买方是在地30天付款 平均收限期就是30天 那如果告诉你实际的了 你就按实际的了啊 这道题说了 买方就是在地35天付款 你虽然信用期是30天 但是呢 所有买方都是在地35天付款 那整个平均收限期就是35天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道 应收账款的例题 A公司目前采用30天 按发表金额付款的信用政策 为了吸引顾客进到付款呢 给出了现金折扣的条件 1-30 N-60 你30天付款就少付1% 但是最迟呢 要在第60天付款 估计一半顾客会享受现金折扣 那享受现金折扣就必须在第30天付款 另外一半顾客呢 就是在第60天付款 好 新政特项 收账费用增加了1000 坏账损失增加了1000 假设呢 等风险投资的最低报酬率是12% 这就是机会成本率或者叫资本成本 其他有关数据告诉我们了 全年销售量原来是8000 现在上涨到1万 然后全年销售额可以算出来啊 单价是30 这俩一成得到呢 旧政策下全年销售额24万 新政策下全年销售额30万 然后变动成本每进20元 所以旧政策下变动成本一共是16万 新政策下变动成本是20万 固定成本呢 增加了1000 好 那么我们就按照收益和成本 两条线进行计算 先来看增加的收益 注意我这说增加的收益不是增加的收入啊 增加的收益是截止到 减增加固定成本这一块啊 增加收益是用增加的销售量 乘以一个单位编辑供限 这就相当于什么呢 这个单位编辑供限啊 是我们第一节课 讲到本量力分析当中的概念 如果说这个单位编辑供限我不会用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你可以这样 我就用增加的收入 减去增加的变动成本 然后再减增加的固定成本 这就是增加的收益 你看增加的收入是多少 6万 然后增加的变动成本呢 这是4万 6万减4万 再减1000的增加的固定成本 这样算出来还是19000 这是增加的收益 这条线解决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成本这条线 首先计算增加的应收账款 占用利息 增量 你要先算原政策下 然后算新政策下 两者一减 才是增加的应收账款的应激利息啊 原政策下 这是全年销售额 24万除以360天 这是日销售额 乘以原来平均收限期30天 乘以一个变动成本率 这个怎么来呢 单元变动成本20 单价30 算出来这是2% 再乘以一个机会成本率 这是12% 算出来1600 新政策下平均收限期 新政策下呢 是给出来了现金折扣 30-1N-60 50%的人30天付款 50%的人呢 60天付款 这样算出来平均收限期 加权平均啊 45天 好 新政策下 应收账款应激利息 全年销售额除360 日销售额 乘以45平均收限期 乘以变动成本率 再乘以一个机会成本 这是3000啊 3000-1600 算出来呢 应收账款 借用资金应激利息增加了1400 这是第一项 增加现金折扣成本 这是全年销售额新政策下的全年销售额 乘以一个折扣百分比 百分之一 再乘以享受折扣的百分比 百分之五十 原来没有现金折扣 所以啊 现金折扣成本就增加了 这是第二项 好 第三项呢 是增加了收账费用 第四项 坏账损失 然后我们把这四项 全部加起来 增加的收益 增加的相关成本 算出来是正的 所以采用新的政策 好 那这样呢 对于应收账款这项流用资产 我们持有多少 就给大家分析完了 就各政策下 有旧政策 有新政策 好 到底采用不采用新的政策呢 我做这样一个分析 就做出了最终的角色 那接着我们看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呢 我们以应付账款为例 刚才我们谈现金折扣 是站在卖方 现在呢 我们站在买方 卖方给我提供了现金折扣 我是不是要享受现金折扣 我们要计算一个 放弃现金折扣的信用成本率 好 那在算这个放弃现金折扣 信用成本率的时候 我算之后有什么用啊 我需要和银行的借款成本比较 现在在计算啊 放弃现金折扣 信用成本率的时候 在做决策的时候 其实有这样一个假设 我目前是手头没有现金的 我如果想享受 卖方提供的现金折扣 我想要提前付款 我就要从银行借 所以我们比较啊 他们两者 一个是放弃现金折扣的 信用成本率 一个是银行 它的借款成本 那放弃现金折扣的 信用成本率 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待它 你可以理解为享受 折扣的收益吗 哎 享受折扣的收益 和这个借款成本 这两者去比 是不是更好理解啊 你如果两个成本去比 就可能不太好理解啊 你把这个放弃现金折扣 改为享受现金折扣 放弃的成本 就是我享受的收益 那接下来我们看 放弃现金折扣 信用成本率公式 到底怎么算 那你看成是享受折扣的收益 整个这个公式就好理解多了啊 我先用折扣百分比 除一个意见 折扣百分比 这其实就是一个收益率啊 但举个例子啊 1-10N-30 现在卖方希望你第十天付款 这样呢 你就少付百分之一 少付百分之一啊 你现在是买方少付百分之一 这是不是就收益啊 但是你还要付多少 你还要付剩下的百分之九啊 你不付剩下百分之九 别人不会把这百分之一单独给你 好 这样算出来呢 就是一个收益率 这很好的理解啊 但问题是 你这个收益率是不是按年算的 不是 而银行借款的成本率 这个是按年计算的 咱们从银行借款都说 年利率多少多少 你这个不是按年算的 刚才这个例赃呢 就是因为你提前二十天付款 得到的这个收益率 这是二十天的 这是年的 这不能往一块比吧 所以我要把这个收益率变化成按年算的 一年有多少个二十天呢 用三百六十天除以一个二十吗 刚才咱们例子当中 付款期对应的就是三十天 折扣期是十天 你十天付款就给你折扣嘛 折扣期是十天啊 这个付款期我们用的是三十天信用期 如果说啊 我不按照信用期付款 我在第四十天付款 那付款期这就改成四十 咱们假设呢 就是按照三十天付款 这样你提前二十天付款 得到这个收益率 那一年有多少个二十天 我一成就转换成按年了 这俩就可比了 那现在这俩算出来之后 我就可以做出决策 我是不是要享受现金折扣 如果享受折扣的收益率 大于银行借款的成本率 我就享受现金折扣嘛 我就做出决策了 还是收一个成本比 好 讲完公事之后 我们来看一个例题 A公司采购一笔原材料 供应商报价呢 是两万 付款条件 三-二十N-五十 目前A公司用于支付账款的资金呢 需要在五十天才能周涨回来 也就是说目前没钱 你想在五十天内付款 你想在第二十天付款 去获得百分之三的现金折扣的话 你就需要从银行借款 银行借款的利率是百分之十 现在问 该公司是不是要提前付款呢 是不是要享受这个现金折扣呢 我现在就需要计算 放弃现金折扣的成本率 或者叫享受现金折扣的收益率 就用百分之三折扣百分之 除以一个一减百分之三 百分之九十七 你付了百分之九十七 才能少付百分之三嘛 但是这个收益率 它不是按年算的 我要把它转换成按年算的 用三百六十天 除以一个五十 这五十呢 等于是信用期了 我如果不享受它的话 我会在第五十天付款啊 好 用五十减去二十 你要享受现金折扣的话 就需要在第二天付款 也就是说 我提前三十天付款 得到了这样一个收益率 这个收益率是三十天的收益率 那接下来你用三百六除三十 这块就是全年有多少个三十天 这样呢 我就得到一个按年算的 放弃现金折扣的成本率 或者说按年算的 享受现金折扣的收益率 算出来结果是百分之三十七点一一 大于银行借款利率百分之十 这些资金 我从银行拿过来的成本是百分之十 拿过来之后 我干这件事 收益率能够达到百分之三十七点一 那我就从银行借过来钱 提前付款吗 那这道题就给大家分析完了啊 如果说这道题条件 我做一点点变化 现在资金呢 需要在第六十天才能周涨回来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整个公式就要发生变化了 就应该是百分之三除百分之九十七 然后乘三百六十天除 不是五十了啊 是六十付款期 你付款就得在第六十天付款 六十减去二十 等于你提前四十天付款 获得这样一个收益率 好了 那这样呢 针对于运营资金管理的相关内容 我们这节课啊 就给大家分析完了 我们分析了流动资产当中的应收账款 流动负债当中的应付账款 分析这两个点 其实本质还是想说明啊 我们如果理解了这些公式背后的逻辑 理解了财款思考问题的原理 其实这些公式还是很好理解的 如果说我们不理解最根本的原理 每一个公式我都单独去看它 独立的去记忆 反倒啊 这些记忆量非常大 而且你不能够灵活运用 所以学东西 我们尽量的要学到本质 多问自己为什么 这下我们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